如今回顾我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数千年的古代史上,中华民族以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聪明才智,图写了诸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精神物质文明,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制度方面。 古代中国都远超同时期的一些国家,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发达都让全人类受益匪浅,可是到了晚清时期,这一切都被打破了,由于闭关锁国的影响和清政府腐败统治,泱泱滑下瞬间从云端跌下,被西方列强无情地践踏与蹂躏,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彻底击碎了大清天朝上国的幻梦,清政府还没来及柔柔昏沉的睡眼,列强的铁甲舰船就纷至踏来,锦绣河山顿时硝烟四起,面目疮痍。 清朝统治力量的衰弱,也是的,当时的中国成为列强轮番欺辱的对象,在西方列强的强迫下,清廷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譬如满清政府和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就把中国香港割让给英国作为殖民地,直到150多年后的1997年,香港才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然而,在英国归还香港前还归还了一座中国城市,其名字很霸气,如今也很富有,让人羡慕。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清廷被迫在南京与英国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经过四次议约,最终腐败懦弱的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汉华号上正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条约除了赔款,商定关税外,最重要的就是割香港导给英国,而对于英国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事情,史书上自然大书特书,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香港曾被列强侵占,但在中国还有一个地方,也曾被英国以不平等条约割占了去。 只因为知名度没有香港这么高,而不为多数人知道罢了,这个地方就是威海卫。 文一多先生曾做过一组妻子之歌,分别表达了对被列强霸占的中国七块土地,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切希望。 威海卫可谓是历史悠久,从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出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威海卫又设置了郡县管理,由于濒临黄海,西连烟、台蓬来,北阁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旅顺口事成鸡脚,共为渤海所跃,拱为津津海上门户。 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到明朝洪武三十一年,一千三百九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御倭寇,正是在其境内设立威海卫,名誉威镇海江之意。 而霸气的威海卫名字即由此而来,后据明代古景阳重请威海卫印记记载,位置即山东之东。 三面环海,一城覆山,行圣险要甲于天下,盖海防一众地也,就这样在威海卫更名数百年后,清政府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于光绪元年始建炮台应对列强来自海上的威胁,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全臣李鸿章的呼吁下,清政府又在威海卫涉水师提督署,驻水雷营,成为海防要塞和北洋海军基地,作为晚情重要的军事基地。 威海卫流攻岛上的北洋海军拥有大小军舰25艘,辅助军舰50多艘,舰队实力曾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但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因威海卫地势险要,设防强固,决定避开从港口正面进攻,迂回侧后攻占南岸炮台,海陆加攻威海港,最终北洋舰队在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威海卫也失陷,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明文规定 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清政府每年复占领废平银50万两,自此威海卫就开始了几十年被列强殖民统治拾弃,马关条约的签署也让其他西方列强感到眼红和不满,特别是俄国,因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阻碍了它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几天后,沙俄就联合德国和法国 通过外交途径,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清政府以三千万两将其赎回,而列强的主动维护中国的主权也并非善举,相反,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各自心怀鬼胎 沙俄自认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就强行派兵占了旅顺口,并且迫使清政府将旅顺口军港和大连湾租借25年 如此一来,沙俄通过强租旅顺口和大连湾,在华势力不断扩张,使东北完全沦为其势力范围,而这也就引起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强烈不满 英国虽然从满清政府手中得到香港,但却丝毫没有满足,在中俄旧旅大租借问题谈判时,英国就极力反对 只是当时英国在面对强悍的沙俄时,也不敢过于嚣张,只好重新选择了威海卫作为目标 为了达到这一侵略目的,英国与日本进行利益交换,本是纠战雀巢的两派一拍即合 静田不支持,逼迫清政府和香港驻华公使签订了名为《中英定租威海卫专条》的霸王条款 700多平方公里的威海就这样划给了英国 虽然英国早已经在清朝东南沿海拥有香港要地,但是如果单独从军事角度来分析的话,威海卫的重要性要远大于香港 要知道,控制了威海卫就相当于占领了黄河入海口了,将经济重地一览无余的展现列强面前 客观上,当时英国对威海卫的重视是要高于香港的 而这一点从历年的官员中便可以看出 因为威海卫主要官员都是英吉利国亲命威海卫办事大臣 清末蒂普仪著名的英文老师庄士敦 他就是英国最后一任亲命威海卫办事大臣 作为威海卫基层官员,英国则多是用中国人 当年英国在威海卫设立的警察署,几乎都是聘请的中国人担任警察 而对于这些华人警察,英国人也称其为华永盈,可不知道怎地 这些华永盈后来竟然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军事势力中的一支 帮助洋人打中国人 后来,在英国殖民者的管辖下 威海卫就成为英国皇家海军训练和疗养基地 每年入夏以后,人满岛内外,商号的生意也随之兴隆起来 这时的威海卫已经成为英国远东舰队的后花园 就这样,威海卫落入英国人手中近二十年之久 直到一战战争结束,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 理所当然要收回被殖民的威海卫 可当时英国贼心不死,竟又提出将其战舰停靠威海卫无理要求 于是在此之下,双方进行了长达八年的主权谈判 最终英国鉴于国际形势 在1930年4月18日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上 英国同意把威海卫所有权利都移交给中国 英军撤出威海卫 同年10月1日,中英两国正式移交威海卫 英国代表庄世敦站在威海卫行政长官衙门前 正式把威海卫归还中国 自此被英国人强行租借32年的中国海港威海卫 终于回归祖国 1945年收复后的威海卫正式更名为威海市 属郊东行属 现如今,这一座滨海城市经济发展快速,环境移居 1984年,威海成为第一批中国沿海开放城市 后又成为中韩自贸区先行示范城市 2017年,威海市更是在中国地级市全面小康指数排第24名 可以说,如今很富有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很不错 领先于全国其他的地方 让人着实羡慕 自古以来,沿海的城市的比较吃香 因为它不仅可以发展陆路运输 海路运输也相对发达 更便于发展对外贸易 因此,沿海的城市一直都是必争之地 威海卫位位于山东半岛的北部 地理位置非常好 它处于黄河入海口 可以说是掌握着整个水路运输的出口 是一个非常重要又发达的港口 侵略军也都不是傻子 他们都想要占据优越地势的地盘 而这些沿海的重要城市 对于以海上战争称霸的英国来说 更是相当重要 英国最开始看重的是 同样处于沿海的辽宁旅顺 但这块大肥肉 早已先被离它更近的沙俄视为盘中餐 英国为了避免与俄国争斗 便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威海卫 可在当时 威海卫已经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 英国为了得到这块大肥肉 甚至不惜 以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来与日本交换 才取得这块地方 还强迫懦弱的清政府签订了条约 至此 这座沿海城市同香港一样 被英国殖民者占领 之后 腐败懦弱的清政府被彻底推翻 中国国民革命奋起 后在一战中 作为战胜的国家 对以前签订的一系列不公平的条约进行申诉 其中自然也包括重要的沿海城市威海卫 威海卫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进出口 对我国商业往来起着很大作用 因此 当时政府强硬要求英国归还 因为威海卫的所属权还是在中国手里 因政府迫于压力 只得在1931年归还 如今 威海卫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 为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出现了巨大贡献 明天就在okay 最终的 slurs 提供